來玩這款遊戲 循環地牢雙平台推出 我看那個評論 負評比較多的原因就是 都不能進去啦 所以他前陣子就已經出了 只不過進不去 那究竟什麼時候 可以進去我不知道 反正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就無可玩玩吧 不正玩英雄呢 喂 哦 這邊有人講話 哲恩大大 阿里三少年 好啦 戰鬥結束了 右上角 什麼 好啦 至少他有送東西啦 好不好 至少我給東西喔 哼 不過 這鑽石給的 不夠多耶 所以 具體 筆子怎麼樣就不知道了 我還可以佈證其他英雄嗎 好這邊 這是地圖 層數喔 背包 現在好像也不能幹嘛 增幅副本二層 所以是打神速的嗎 好啦 現在 要等他解鎖其他玩法 裝備 裝備都給妹子吧 裝備都給妹子吧 裝備是往上滑 滑給你要的角色就行 顧用英雄 顧用英雄 好像有一點趣味性的樣子阿 這是奶媽嗎 G 髮杖 給輸出好了 然後 我現在用上方可以看到我鑽石 是 638 然後左方這裡 有角色 這角色是可以買的耶 我想要買 安格瑞特 他是為妹子 首先我必須要足夠的鑽石 充箭 啊 沒法穿啦 那還有什麼阿 也就是說 他現在正在不斷地去進行推關吧 然後 我們有裝備 就直接裝備給他們 然後 還有角色 天賦 世界屬性也可以去點的喔 強化的話 還沒有遇到 強化英雄 強化妹子 妹子三等阿 遇到插路 我們選這邊好了 左邊 裝備商店喔 來逛一下 法杖再來買一個啦 這裡也買一個 看廣告可以買到什麼 速度密要 嗯算了吧 不要了 關閉 然後 然後法杖 給這 給妹子 好啦 這還算是不錯啦 就是 但是 進行遊戲好像 沒有 玩法沒有跟他一模一樣的 是沒有的 我指的是說 這種地牢玩法喔 然後角色選擇 強化部分 真的 近期 倒是沒有什麼一模一樣的 嗯 這樣的時間 可以來玩玩阿 還可以阿 強化英雄 強化妹子 呵呵呵 我都只集中強化中間正位 阿 阿 我打那麼久還沒打到二層喔 阿 阿 要征服二層喔 那我現在 張傑一 二層之六 二層之六 那我要把這層打掉以後才會解鎖這邊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耶 爭議效果嗎 然後這是每日任務 對 下面還算是不錯的喔 就是 他把整個畫面都拉大了 那 一些比較繁雜的 就會用在主邊 跟右上角 欸 又有妹子了耶 召喚是不是 我們用 這個人類騎士聖職者 這坦克吧 是不是 遇到插入 很快喔 這個 拉個體力吧 妹子在後面 兩個 兩個 阿 我把牌在下面了 我現在有四位夥伴耶 他是刀劍 我感覺我輸出變強了耶 喔 掉了個戒指 戒指給 給法師妹好了 插入 嗯 裝備商店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可以買些什麼東西 買什麼好呢 哇 你買 但是你花鑽石買了這些東西 買了以後 就不能買角色了耶 算了 我買看看好了 你們沒 我先幫各位試一下 好不好 當然有角色 還是存著買角色好像比較好 感覺起來 是這樣 斧頭 靠腰 我斧頭沒辦法穿耶 看一下 戒指 紫色斧頭 斧頭不知道是什麼職業的 沒有拆擠 咦 又上 啊 這是花錢的地方啊 寶石 看廣告 都可以拿鑽石啊 還有這個裝備箱 我剩168而已耶 所以估計他鑽石不會那麼好拿的 獎勵部分 哇他們在選擇了 啊 算了 這邊開了 應該是排行榜喔 遊戲人間666 這看起來 是不是有同一個伺服器啊 還有韓文的耶 反正就無可玩完嘛 是無所謂啦 反正這種類型的遊戲 就是玩輕鬆而已耶 喔 第三層你們快快 快到了 快 現在到哪邊 BOSS嗎 加點智力 加點力量 大致上就這樣 那還有什麼其他地方嗎 過了 會再多一位嗎 耶 當然是他啊 肯定要他的啊 是不是 是 方箭手 好爽喔 不勝英雄 這妹子移到這邊來好了 好兇喔 他是召喚士 是 一名 好不好 這樣子 玩到越後面 感覺越好玩了 是不是 相當簡單的一款遊戲啦 就是一個 一直不停的去進行推關而已 啊 你要注意一下他這個會有 插入口 那你去選擇的喔 那你去選擇的喔 那最上方他有 他有倒數計時 要注意一下 遊戲就玩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